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四十七集 当然 工程呢 总是需要花钱的 要保障民夫的待遇 使老百姓没有怨言 那就更需要花钱 可是建造天堂已经耗费巨大 怎么能再多破费呢 李昭德做事干脆 索性下了一道命令 工程期间 经师无品以上官员一律不发俸禄 所有奉金资助修缮 而且在此期间 任何人不得积蓄不疲紧断 都由朝廷收购 用于给民夫裁医 和奖赏有功良将 这样的决定 未免有些蛮横 不过也督促了有私官员 想要有俸禄 就得尽快完工 百官虽然心里边别扭 却也没什么远言 很快 他们就发现 自己的钱呢 没白花 他们的办公条件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修筑外国城 只是工程之一 同时李昭德 还在做藏库 也就是国库以东 修建了文昌台 把六部都给迁了过去 以前所有的官署 都急于工程西南 局促拥挤 闹闹哄哄 后来又在丽井门 设诏狱 这边国家大事 那边鞭打仗泽 实在是不成体统 现在 三省之中最大的尚书省 挪进新社 剩下的两省 诸四 分了空出来的旧房子 也宽成了许多 最高兴的 莫过于肃政台的 那些补缺 时宜 终于有地方做了 李昭德以极短的时间 极少的花费 完成了一项大工程 而且 使皇帝 官员 百姓都受益 确实是难能可贵之事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 他还顺手办了一件 大快人心之事 那就是 朱沙库吏 喉丝纸 对满朝官员而言 库吏除而不尽 是一大隐忧 而女皇却把任用 酷吏当作威慑 臣下的手段 故而 莱俊臣等辈 虽然是声名狼藉 却是无所畏惧 因为他们自知 对皇帝有用 不会轻易辈出 但是 为了维系 女皇的宠信 不至于踏上 周星的老路 他们必须 一再破获 谋反案 以证实 自己存在的价值 所以 在极起 乘风顺旨的 大案之余 他们也不断地 制造一些规模不大的冤案 仅这两年时间 便有东关尚书苏干 向周刺史莱同敏 林台狼陪旺 司善成 陪连 军府果义 薛大信 等数十名官员 因为谋反被杀 这些案件 大部分是捕风捉影 被杀之人 多半是与酷吏不睦 最恶劣的 当属 又宇林将军 全县成 左御林将军 阿史纳元庆的 两起案件 全县成 乃高丽贵族 全臣冤盖苏文之孙 昔日 因高丽内乱 跟随其父 全男生 投降大唐 并帮助唐军 灭了自己的国家 因此 受到后遇 世袭 辩国公 阿史纳元庆 乃西图爵 五香不可汗 阿史纳迷舍之子 垂拱元年 曾奉女皇之命 归藩 却因 吐蕃东突厥的 侵袭 丧失不重 又回到洛阳居住 因为他们 全部都是 异域王子 家中藏有 不少珍宝 难免饮酷吏的 寄予 莱俊臣 曾勒索两家财物 却遭到拒绝 心怀怨恨 故而制造冤案 将他们害死 而除了 莱俊臣之外 最为猖獗的酷吏 莫过于猴死之 这个卖饼小贩 原本并不坏 只是胸无点末 当初诬告礼堂宗室 也是被人利用的 然而经过所缘理 莱俊臣 这些年的熏陶 如今呢 他已经完完全全的 剁为恶人 学会了构陷害人 也学会了 拍女皇的马屁 他因参审 曾长倩 欧阳通等人一案 晋升事与室 女皇想将超莫的罪人 房产赏给他一套 他呢 却向煞有介事 回答道 朱婉逆人 臣勿其名 不愿做其宅 由此 邀请女皇欢心 结果 得到的赏赐 比那套宅子还值钱 不过 这些酷吏呢 也有自己的苦恼 官职虽然提高了 却受人非议 只富不贵 未免有些遗憾 故而很想与高门贵族 结亲 提升自己的门第 莱俊臣为此 修掉了自己的结法之妻 以威逼手段 抢娶了太原王氏之女 侯思指心中慎养 也看中了赵俊 李氏的一位姑娘 竟然上书 恳求女皇赐婚 李昭德厌恶这个小人已久 早想设法除掉 终于在修缮成功时 逮到机会 他曾下令 修成期间 京城官员不准囤积 不疲紧断 可是呢 侯思指正一门心思 琢磨自己的好姻缘 唯恐自己的门第低威 被赵俊李氏笑话 随派人采办丝绸 以冲聘礼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李昭德获悉 他于朝会之时 公然上奏此事 建议女皇 仗则侯思指 以井校游 武赵为了督促官员 尽快修好陈锅 便依从他意 其之呢 李昭德早就跟殿前侍卫商量好了 这一顿棍棒下去 便如王庆之一样 当场毙命 一个得力的鹰犬 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除掉了 武赵也没想到 固然是李昭德出的主意 但呢 却是他自己下的命令 还追究谁呀 死就死了呗 其他的酷吏大为惊惧 一物想一物 这帮人虽然凶悍 说到底也是欺软怕硬 现在来了一个比他们还酷的宰相 同样杀人不眨眼 同样倚仗女皇的宠信 他们也无计可施 谁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不会是自己呀 自此之后 酷吏便不敢再善造冤案 王洪一等被官窗庇护 不敢出门 郭洪霸更是胆战心惊 时常做梦 梦见被他害死的方舟刺使李思征来逃命 没几天的功夫就因为皇巨过度自杀身亡 洛阳百姓甚喜都说近来呀 有三喜 久旱下雨 衣水桥城 郭洪霸死 就连来郡臣也老实了不少 竟开始附庸风雅 和万国郡 朱南山等人关门做起了文章 说呀 是要著书理说 真是多多怪事 自此李昭德算是在朝廷里了威 大权在握 深受宠信 不但酷吏不敢惹他 连百官同僚也深感敬畏 这位宰相的才干也着实令人钦佩 可是脾气啊 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他因为雷厉风行做事专断 属下稍有迟缓 或不合他的心意就会遭到斥责 即便是似无品的高官 他训斥起来也如同数落儿女一般 与他同任宰相的崔元宗也没少受气 就连大名鼎鼎的楼诗德都未能幸免 常言道百文不如一见 可是呢 对楼诗德而言 却是见面不如文明 世人皆知 他是文官出身 十五年前 以监察御史的身份 应目从军 在留审里战败 在王孝杰被擒的危难时刻 他义无反顾地 请起了捍卫国土的重任 在白水舰迎战吐蕃汉将 嘎尔赞婆 创造了八战八截的奇迹 晋升和援军经略史 后 又总督屯田事务 由此驻防边庭 长达十五年 立下无数的功勋 女皇改朝换代 曾诸禄黑尺长枝等名将 却为对楼师德器重有加 登基之时特意下赵包奖 称 清肃及中秦 奸怀武略 朕所以祭之金药 受以假兵 自清授为北锤 总司军任 网还陵下 简教屯田 收虑计多 荆底聚姬 勤劳之城 久而迷住 将它视之为国之长城 此等享誉天下的名将 该有多威武呢 等他来到洛阳 众人一见 大失所望 楼师德年于六旬 个头倒是不碍 却身材肥胖 相貌粗俗 一张黑灿灿的大圆脸 总是咧着嘴憨笑 右腿呢 还有点薄 这哪像是威名宿主的大将啊 脱了官府 往人堆里边一站 这简直就是一个乡下老农 时隔十五年 再遇而归 女皇必要予以重任 所以给她的职务 是下官侍郎 判文昌台士 同凤阁鸾台平章士 既是宰相 又是上书六部首脑 实权在李昭德之上 而楼师德却一再表示 自己离经多年不安政务 凡事都为李昭德之命侍从 这对宰相在一起甚是滑稽 一个做事干脆 性情急躁 一个呢 态度温和 不紧不慢 时常看到楼师德满脸憨笑地 朝李昭德拱手承诺 有一次散朝之后 女皇赵二相 致武成殿一室 李昭德大步流星走得甚快 楼师德却因肥胖薄巧 行动迟缓 二相一同受赵 必须同时见价 李昭德不得不数次停下脚步等待 后来呢 实在是等急了 竟然忍不住骂道 你这田舍汉真把人活活急死了 田舍汉呢 是唐代的礼语 相当于现在的乡巴佬 楼师德被骂却不怒 憨态可居地说道 我可不就是一田舍汉吗 你何必跟我一般见识呢 无论年龄还是资历 楼师德均在李昭德之上 这样的事情多了 群臣议论纷纷 都说李昭德太过骄横了 这闲话飘至五成四的耳中 不免窃喜 自从购害皇寺失败 他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 李昭德手握大权 故意压制他 张家福 王尹克等人 都被外放到偏远之地当刺史 连那帮酷吏也是提心吊胆 现在朝中有这样的留言 岂不是扳倒李昭德的好时机呢 五成四立刻觐见姑母 说李昭德交纵跋扈 欺压同僚 建议将其罢免 哪知 五赵不屑地说道 朕自认用昭德 正无不通 百事何顺 乃得高枕无忧 你哪里记得上他 有何资格说闲话 这番话呀 也得五成四 满面羞愧 懦懦而退 其实呢 五赵未尝不知李昭德的缺点 也适当地调整了宰相班子 他先后增补姚领章 窦炉亲望 陆元芳 杨再次 维巨园 苏卫道等人 为同平章士 姚领章 十八学士之一 姚思连的孙子 永辉年间明经入世 早年曾得许敬宗的赏识 参与姚山玉彩等著作的编撰 因学士优异 还曾在李显的东宫任职 虽说此人也是黄寺的拥护者 楚氏却甚是圆滑 天寿改革之前 大批臣疗获罪 他也未能独善其身 然而呢 他流放到岭南之后 立刻搜集了名字里边 带五字的草木 编成册 上报女王 声称 这些植物 成印国姓 都是锐草 因这项献媚行为 他得以比其他大臣 提前被召回 这样一个聪明人 自然不会与李昭德 发生矛盾 他拜相之后 立刻畅议 称皇帝言行 有左右史记录 而宰相群臣 讨论军国政武的心得 也应记录 所以建议纠编 实证记 武照同意了 自此他每日只是记录会议 不参与实际政务 和李昭德是井水不犯河水 窦卢亲旺 出身关鲁名门 乃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窦卢宁的后裔 他的家族在隋唐两代 荣宠不衰 多次与皇家结亲 仅陪葬太宗昭领者 就多达五人 窦卢亲旺的祖父 窦卢宽 父亲窦卢仁义皆在其列 窦卢亲旺 世袭瑞国公 自小恩义如是 生得相貌堂堂 但呢 却是著名的绣花枕头 才智平庸 纯粹是靠家族的威望 和混资历 才熬上来的 因为老是听话 改朝换代时 竟未遭霸楚 如今呢 他已经是六十四岁高龄 终于熬成了宰相 而且 女皇给他的职位 是内侍 名义上是在 众宰相里边身份最高 但是他知道自己 其实就是一个充门面的 再加之 他的堂妹正是 皇嗣侧妃 窦卢士 有刘家和窦家的教训 他呢 也越发的小心翼翼 整日在正式堂里边一坐 不言不语的 陆元芳 南朝名门 吴俊 陆氏之后 唐出书法家 陆建之的侄子 曾连中八科之举 学问甚家 此人呢 贤则贤矣 却也是著名的老实人 前几年在京中有套宅子 因排水不便 想出手 因地段不错 几波买家看了都非常满意 但是呢 陆元芳总要告诉人家 此房虽好 无出水处 人家一听啊 都不买了 此时埋怨他多口 他却说 不可欺人也 结果那房子 到现在也没卖出去 这个老实人 到了脾气暴躁的 李昭德身边 自然是任凭忽来何去 杨再思 出身红农杨氏 却不是隋杨皇室的那一系 家族算不上有多富贵 其父杨行表至死 也不过是 从八品长安县位 他呢 以科举起家 颇有些力干之才 诗文水平也不错 历任玄武县位 天官员外郎 如果说陆元方的性格 仅仅是老实 那么杨再思啊 可以说是窝囊 他早年当县位时 有一次赴京公干 在驿站里 有穿鱼之徒 偷走他的行李 悉乎 这小偷记忆不佳 竟被他当场抓获 哪知这杨大人 见这个小偷破衣烂衫 竟然起了恻隐之心 命其把公文留下 钱财全部拿走 结果他本人靠借盘缠 才到了京城 这样一个人与李昭德共事 其结果可想而知 维聚园也是出身于明门 是大名鼎鼎的 经兆为氏之人 他们这个家族 是武士掌权以来 少有的兴旺之家 自四圣以来 维红敏 维思谦 维代驾 维方志 相继败相 相较这些同族 维聚园除了才华之外 还多了几分 宁性之才 他当官的原则就是 谁得势 就跟谁混 当年抱过薛元超的大腿 后来又千方百计 攀附裴炎 等裴炎入狱之后 他又成了坚定的 拥武派跟五成四打得过热 如今风向又变了 李昭德当道 他当然又转而 对李昭德百依百顺 大家逢迎 苏卫道 赵州鸾城人 出身寒门 二十岁考中济士 他的发迹 得益于文笔 颇有师父之才 与李乔 崔荣 杜慎炎等文士为友 早年曾在裴行俭的军中 担任济士 武赵喜欢他的文章 鱼以拔拙 但是呢 他的行政才干却很一般 人品也不是很好 而且才四十出头 与其他几位宰相相比 算是晚辈 他的官职 是凤阁舍人 简教凤阁侍郎 同凤阁鸾台评章士 本质仅无品 其实呢 就是郑士堂的笔杆子 非常显然 这几个人都是陪衬 凤阁鸾台的大权 依旧是牢牢掌控在李昭德的手里 这也是女皇莫许的 简直可以说是独相了 武成寺真的是郁闷到了极点 想扳倒人家扳不动 莫说谋夺处位了 就连对朝廷的影响力 也是日渐下降 长寿二年九月 武成寺利用他在冰州老家的关系 组织起了一支五千人的请愿队伍 由他本人亲自统领 尚书请求女皇家尊号 为金伦圣神皇帝 金伦之说 出自佛教 转伦圣王 与天竺国的国情密切相关 天竺的历史文化 虽远远流长 内部却邦国林立 战争频发 一直难以统一 大致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狱 故而又称五天竺 转伦圣王 是佛教理想中的伟大君主 身负长寿 健康 美貌 风才四德 在他的统治之下 国土广袤 没有战乱 百姓安乐 又以统治地狱大小的不同 分为金伦 银伦 铜伦 铁伦 四等 金伦王 是最高的一等 统辖须弥四周 可视为整个世界 据弥勒下生经所在 弥勒 自兜律天下界之时 金伦王 会率众听法 皈依佛教 五成四情女皇家 这个尊号 显然又是 投其所好 羡慕妖虫 因为除此之外 他真的是 没别的招了 五赵孝纳了侄儿的美意 在明堂举行大典 加金伦圣神皇帝之号 并命上方间 打造金制的 伦王七宝 这便是伦宝 相宝 马宝 珠宝 玉女宝 主葬宝 典兵宝 每逢大朝 陈列在殿上 以示尊贵 不过 也就是仅此而已 他既没有恢复 五成四的相位 也没有赐予任何的奖励 五成四费尽八厘的 又白忙活了一场 人前一脸笑容 背后暗自皆探 越发的 记恨李昭德了 有声小说 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